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测试电脑零件用的测试平台 也都安排布局完成 但是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要去面对 就是现在用的Intel 13代CPU i9-13900K 是向微星借用的 至少都要有归还的一天 所以我常常是无时无刻 一直在注意市面上i9-13900K的售价变化 查来查去目前卖的最便宜应该是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 只要美金约570元 换赚台币约要17500元左右 但是我最近却在虾皮购物网站找到一个个人卖家 全新未拆封13代i9-13900K只卖你台币16000元 我二话不说马上下单买回来 但老实说我真的有点太冲动了 都忘了考虑到这会不会又是诈骗集团的老套骗人手法 市地里一定会贪小便宜的心态 而迷失理智上购 另一个让我判断全崩盘的事 这卖家保证是从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买回台湾 并把既件资料传给我看 我当下完全就失去理智 这不是我朝思暮想 想要买到便宜CPU的地方就马上买回来了 现在收到货后再冷静想想 这一整套做法不就是诈骗集团最老套 也最好让人失去理智受骗的手法吗? 唉…别想那么多了 就先来开箱看看既来会是一本国语字典 还是Intel 13代i913900K呢? 嗯…先不得不夸赞这个卖家包装的非常扎实 还特地用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的纸盒包装 上面也能查看到UPS国际货运寄货资料单据 如果这是诈骗集团 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手法非常专业 每一个细节都有注意到 预防你在取货付款这一关 就被你拒绝付款收获 真的太厉害了 哇…包装真的太扎实到有点拿不出来 哦…还是不行 拿不出来 卡死死一动也不动 嘿…算了 全切开外盒大解体会快一点 哦…不错哦… 是Intel 13代新版CPU包装盒 没错 真的是i913900K CPU一颗 这盒子包装精美程度 应该是Intel原厂货 有买过i913900K的观众 希望也能帮忙一起鉴定一下 盒子的产品资讯说明也完整 是全新未开封新品没错 这下终于可以放一半的心了 再来打开看看里面晶圆包装盒 有没有CPU在里面 哇…这晶圆包装盒质感做得真好 要不是这次特价优惠买到 还真的没机会看到这盒子 打开方式应该是转动上下三角形 让它们对齐就能打开才对 嗯…没错…打开了 哦…谢天谢地 有一颗CPU在里面 上面清楚标示出i913900K 哈哈哈哈…太爽了 赚到了 真的是i913900K CPU 品像包装完整 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这时的心情真像洗衫温暖一样 终于可以放120颗心了 正怕这次的一时冲动而造成翻车受骗啦 好…快的商机测试一下 我买了这颗i913900K吧 接下来为了把我新买的这颗i913900K超到极限值 这次测试用的主机板 我是使用微星BG60M Mode的Wi-Fi 因为上次使用它来测试i913900K真的让我吓一跳 虽然说它是无法设定CPU超频 可是它却能提供你所需的CPU电压 你能吃多少它就无限制给你吃到饱 真的是很有个性又大方的一块主机板 那为了减少CPU高温导热问题 CPU扩矩也改用立名LGA 1700CPU扩矩光 减少压弯便洗 记忆体是使用芝奇DDR5幻风席 Z5 6800 CL34 16GB双套组 液体是水冷散热器是使用微星S360 M.2 SSD是泛响PCIe 4.0 S770 2TB 读写速度有7400和6800NB每秒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3RX6900XT 16GB 依照以上陪测零件我们尽量把它拉到满 尽量不让它任一位变成拖累负担的猪队友 这样测出来的性能效能参考数据也比较准确 好 完成 快来测试吧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5度的台湾夏季 首先是IDA64单招FPU和4Mark显卡双烤测试 可是当我在按下IDA64开始键 还在整理视窗位置 微星BG60MM的Wi-Fi主机板当场在3秒内让i91390K破100度高温 CPU电压最高给到1.45V 我的妈呀 真的没有在客气的 根本也没有在怕你是哪一等级CPU 你能吃多少我就全部满足你需求 真的是有过大气的主机板 但是给到那么大的电压 CPU的package功耗也不好受 已经来到330W上下 远远超过微星S36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可以承受的范围 也让CPU频率真的不太好维持 大核一直在5-5.1G上下跳动 而小核大都可以维持在4G左右 以上是安装测试新机壳经验 这一套新测试平台放入机壳内部散热风流帮助 应该可以再稳定和提升效能一点 此时显示卡烧机温度约在55-57度之间 算在正常值里面没有出现太夸张的表现 接下来是R23跑分测试 我真的也不太期望它有多好的表现 但这次有比较好一点 一按下开始键 能撑到10秒才破100度 可能微星BG60M的Wi-Fi主机板觉得有点玩过头了 这次CPU电压就给的有点保守 大约在1.42V左右 CPU大核约在5.2G 小核约在4.2G 最后跑分得分有36,511分 唉...这么大的CPU电压 得到这种分数也不意外 但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单核 还有2,158分 只被高温影响了一点点 再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在3DMark Time Spy X Gen 更高强度版本测试下 最后得分有10,491分 是有再比借来的那颗i9-13900K再高分一点 我想可能是借着这颗已经被无数的YouTuber操练过 当然得分不能再和我新开封使用CPU来比吧 但在实际游玩游戏的表现 大家都不会差太多 还是那颗i9-13900K该有的表现 只要能搭配一张高阶显示卡 做完目前市面上3A大作 也是轻轻松松没有压力 再占个5年也是绰绰有余 再说现在玩游戏最大卡顿点 主要还是在显示卡效能上面 依目前Intel 12和13代CPU效能 对一般普罗大众都是效能过剩 再搭配好一点360液体式水冷散热器i9-13900K 也是能乖乖维持在60-70度之间运作 除非你是天天无不时刻在烧机 追求极限表现破100度高温才会爽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下年度要再发表 Intel 14代新CPU 说真的我没有太多期望 对目前i9-13900K 来应付我目前工作作业需求 已经非常足够 再说下一个新世代的14代CPU发热量 应该会更恐怖 市面上的CPU散热器 对13代CPU都算是勉强够用 再发展下去 到底要再花多少钱来建构14代的散热系统 我真的不太敢去想 应该是会贵翻天才对 而且目前i9-13900K 也比以前i9贵 目前最便宜售价也要18500元 那14代的i9最后可能会贵到下不了手去买 如今我能用16000元买到一颗i9-13900K来用 真的让我爽度破表啊 而且再说目前AMD CPU有高温烧掉的问题 可能造成目前一堆人会先改用Intel CPU 让接下来售价可能会小涨一点 如果现在有组新电脑打算 而且看到心动价格便宜的CPU 就先入袋为安 免得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便宜捡到CPU 购买经验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